那我的需求就是上面,反正可以打电,可以直接输入之后,上面可以秀 可以秀我要秀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的话,比如我点1,上面要写123456,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你也可以清除了 不过清除的话有几种方式,但你清除的话 直接给 就是后面清掉,不过这个比较不合理,一般清除,按清除是可能有点像类似backspace 你按一下清除,我如果需求是这样,按一个清除就清一个字,按一个清除就清一个字 那最后的话,当然你会发现,清掉到这里为止,就不能再清了,不能说这个字前面都把它清掉了 所以这个逻辑上面要怎么去思考呢?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可以这个backspace的清除 OK 那这里我想这个观念是java的观念 在java里面如何做自串的处理 那自串处理里面的话,它有一个方法 自串里面有一个方法,叫substrain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substrain 这个substrain的话就是说 你要切自串,你要从第几个字 切到哪一个字 就留下来,就是最后要秀的 这个地方substrain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判断 如果这个自串呢,它如果已经 已经小于 5个字了 你就不要再 再轻了,不然会轻到它上面前面的这个标签 那这个地方的逻辑该怎么写 所以我想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前面我想这个应该都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 一个一个的事件 有没有,所以前面写法都一样 只是增加了这后面几个 然后连结也是一样 特别是你连结的时候,有些同学 很喜欢用C,C,C 但是没有去检查,改了前面,没有改后面 那这样一定 问我说怎么 这有没有什么问 那一看就知道前面改了,后面没改 不够细心 那后面的话就是都一样的 那只是最后面的这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在 Be Clear 这个地方 也是Unclicked Listener 那这里的话,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方法,大概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来 第1个也是要取得里面的字 这个应该没问题 里面 现在我要按清除 我先把里面的字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做什么事呢 抓出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丢回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 就是把里面,比如说我今天 123好了,抓过来的话 我要清掉3 有没有,所以这地方的话 实际上我的需求是 按一下 这个一个清除之后的话 把3这个字 低调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懂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第1个的话,我先把 这原来的字串先抓回来 放在S 第2个的话呢 再把它丢回去 那丢回去 写法的话就是什么 TSD Show 点 点什么呢 本来是Get 变成Set 点什么Set SetTest 那SetTest里面的话 我要放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的话 刮胡 这个Test 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字里面呢 我要的就是说 把最后一个字清掉 最后一个字清掉 特别注意 那最后一个字怎么清掉呢 实际上就是 我 可以用一个 Substrain的方法 抓的位置 就是从第0个字 特别注意 其实 字串呢 是一个正列的模拟啦 所以呢 它的位置是从0开始 S 到哪里呢 到它总长度怎么样呢 减掉一个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剪掉一个之后的话 抓回来的 就会是 前面的这个字串 这个逻辑 我想可以 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用那个S 打一个S 点 点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S 这个类别 S类别 MV